谢谢杰尼佛老师 我把时间交给您 谢谢大家 谢谢玛丽亚校长 真是非常激动 我很高兴 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过去很多年的一些营销经验 因为我觉得华人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蛮感谢梅多利亚 蛮感谢玛丽亚校长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分享一些经验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 我们的华人的企业家 甚至有些人呢 他是觉得说 哎呀我现在就是也挺困的 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找个就业的机会 Digital Marketing现在是很火呀 我希望都能够帮到大家 那不多说吧 我先把我的slide先打上 谢谢 谢谢Jennifer老师 辛苦了 可以new share就可以 能看得见吗 可以 可以的 行那我就开始 那个所以今天呢 我会讲一下就是怎么样做北美的线上营销 然后呢让我们的业绩翻翻再翻翻 其实梅里亚校长呢之前已经讲过了几个案例 那今天呢我是想带更多的实战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因为也不是很太知道大家都是从哪来的 然后是什么样的行业 所以如果是大家方便的话呢 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在我们的那个chat里面 我们的那个里面可以打一下 比如说大家都是什么行业的呀 如果是企业主 我大家觉得说哎我是希望能够做业绩翻翻 嗯那么你就打上一加一 如果是想学习说哎我是想有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假的帮我打上二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了解一下大家 呃有多少是是什么样的背景啊 然后我能够尽量的能够多讲一些大家呃能够想听的东西吧 好吧然后回头最后呢我会给大家留一些时间 嗯我会给大家留些时间有问答 然后呢呃如果大家啊挺好的 我可以看一下很多是呃企业主哈 然后哎然后还有也有是要学的培训行业挺好的 如果大家呃对可以打一下行业的话 如果我有实战的案例的话呢 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讲一下大家的实战案例 能够真正能够帮到大家啊谢谢 好的然后呢呃我先稍微讲一下 其实呃校长刚刚其实已经介绍了我 然后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吧 其实呃挺有意思的 我是将近在北美这边将近快20年了 然后也是呃一开我学的就是营销吧 marketing市场营销 然后呃来到北美这边的话 一直在一些大的品牌做品牌经理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说哎怎么样把那个产品卖到 比如说大的reteller啊啊 Walmart啊 Postco啊或者说是Hasson Bay 然后北美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后来的呢那我们知道呢互联网越来越厉害 那么从那个品牌营销这边呢都开始从呃线下的转到线上的一块做 那之后的话呢我有在不同的媒体干过 所以也是不同的经验吧 嗯其实真正开始做digital marketing 我开始有自己的这个顾问公司帮助更多的 中小企业开始做这个营销呢其实是始于这个故事 哈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张图片啊在右边 你可以看到那个有几个大厨都在后边 然后我呢自己呢我是一个呃 我是个吃货 哈哈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跟这些大厨啊和这些餐馆们啊 有的时候我认识板多他们业界这边的人 嗯然后当时呢是五年前 五年前我有一个机会我是带队 然后带着那个是一个项目吧 我带队呃带加拿大的大厨们去美国去参加一个比赛 然后是呃那个呃亚洲的文化节吧 然后当时对我特别特别感触的一个事情 是当时的评委有法餐的厨师 有益餐的厨师 还有一些韩餐其他的厨师 然后呢那些都是就是在美国那边叫James Deer Foundation 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机构 然后那些法餐一餐的厨师啊 他们吃完了中餐之后他跟我说 哎呀中国的文化那么博大精深 为什么你们的炒饭只卖八块钱 我真的我觉得当时我特别特别羞愧 然后我心里也特别难过 因为我知道像我自己是吃货 我知道像东坡肉得得花多少道功夫去 然后呢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很多的华人 特别是华人的企业家在这边 我们可能不是太了解这边的主流的市场 或者是西人市场 然后呢我们可能很多大量的呢 我们都是做自己的生意 我是华人我能讲中文 我就做华人的生意呗对吧 但是呢华人呢我们知道大家都吃苦耐劳 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呢 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招 所以如果说是哎对我卖个炒饭卖15块 对门卖个12块 哎然后那那我要不我也降降价 我也降12块 然后对门对门说8块他也卖了 那我咋办呢 所以呢最后呢就会把那个整个这个行业做低 所以导致很多就是你知道这个北美很多 对呃不能说亚裔吧 对华就是对中餐这块 整个这个中餐这块 他觉得说中餐不就是呃 吃坑包吗或者什么东西 他价格就特别便宜 就看不起这个中餐这边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营销人 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产品能够真正的推广到我们喜欢的受众群当中 然后把那个产品真正的定位 所以呢就从那个故事啊 就是我先刚讲的这个故事开始是五年前 然后我就立志于我想帮助更多的 因为自己的确是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帮助一些其他的品牌上市啊 然后去然后北美的这边上主流的市场 我觉得能够帮到大家 所以就从呃四五年 对我快五年了 然后就开始就呃建立了自己的资讯公司 就慢慢的做了这 我刚刚呃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些case吧 呃也希望今天能够给大家有些帮助 然后因为我这个本人在这边也已经有很久了 所以可能大家都在刚刚 我看大家都在说扫微信 我可能微信都不用老古董 呃但是我刚刚现在打在那个屏幕上的这三个 呃whatsapp呀 Instagram和邮件都可以找得到我 啊那行 我就先我们就跳入今天我们在讲什么哈 啊 其实很多人在问 就是说哎呀业绩翻倍其实挺难的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所有帮助的这些这些商家们 业绩翻番真的很容易 怎么容易法哈 容易是在于 目标客户群的数量 能够决定您生意的天花板 啊你们可以看到我是吃货 我又这个我想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行的吃吃货 啊干活啊谢谢 那个吃货专门是share自己的这个 这个吃的这个故事哈 呃这个餐馆我不知道刚刚有有人写打餐饮业哈 我就是share的一个餐饮业的一个故事 这个餐饮业呢嗯 这家餐馆呢我帮助他呢 他一直是在做华人的生意 我们知道华人的生意啊 基本上都是做你这个附近的这个五到八公里 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周围的人就呃就是在这个周围吃 那我们想想看啊如果你是中餐馆 然后呢你周围有很多华人 那你可能你的目标客户群会稍微大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在像密西沙家这样的这样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那可能就是说哎 那目标就是华人会少一些 那可能得做一些 信任市场呀 会要做些什么 那么可能像密西沙家 我们就当然密西沙家 那有时候餐馆 他也不多 那可能别人也愿意多开一点哈 多开 可能会愿意不不开五公里八公里 愿意开十公里十五公里吃饭 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帮助这家餐馆 我跟他说 我说他的是他做面做的特别好 这个师傅啊 做的面做的特别好 然后他就做炒面做什么 就华人就特别喜欢吃 然后那天我就问他 我说因为我就尝了他一个sauce 他那个酱特别特别棒 然后呢我说你那个酱呀 你怎么就不去拌拌那个 那个那个soba noodle呢 我说其实你知道soba noodle呀 还有这个东西 他洋人其实很认 很多洋人会很喜欢noodle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意大利面 其实中国传过去的对不对 所以意大利面 那不是spaghetti跟那个什么 linguini 你不跟我们这一样吗 差不多少吗 我说你为啥不做 做这生意呢 他说这能做吗 我说可以呀 当然可以做 当然呢 我说你那个炒面啊什么 有很多的那个可能就够呛 我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你用soba noodle 然后你拿那个酱 特别好吃那个酱 然后拌上 然后你知道西人呢 他就喜欢这种就是 那个鸡胸啊 或者说是他就肉是很干净 在上面 然后你弄点白菜 我说就行 对这张图 当时这是我们的那个 这是我们的试点啊 当时做了一个一个样板 然后最后他就推 效果就特别好 那他怎么讨的呢 我们知道那五到八公里 对不对 他的五到八公里 华人是不少 但是西人是那个华人的十倍 他就在这个五到八公里 就打造了就是他这个 整个的这个品牌 就是说他是noodle noodle很厉害 然后同时当时他定价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别去卖那十块钱的noodle 我说你给我定十七八块钱 他说干嘛 我说你要搞促销的时候 买一送一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 那个餐饮业是在Uber上 Uber害死人的 我跟您讲 30%抽成 skip dish 这些都是抽成 餐馆们已经很难了 那个平台抽成 抽死你 我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那个 真的Uber 现在又没办法吗 疫情啊 或者什么的 我说你实在要 那个买一送一啊 就搞活动的时候 你还有利润呢 你卖你卖十块钱 你咋有利润 没有利润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听了我 所以这个后来 就是卖的特别好 然后呢 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件 什么事情呢 我没有 我们知道就是做餐饮的 就是做食品 你们可能很多都知道 就是说 在疫情之后的话 ready to cook 就是你拿回来 就可以煮 ready to eat 就是你拿回来 盯一下 就是微博里盯一下 这个东西 就特别特别 就是火爆 如果你们做餐饮的 如果还没有做这个东西 可以真的是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去大统华的时候 平时我不知道 你们有多少人去大统华 如果去大统华 你会看到那个 就是卫乡村 卫乡村是不是 他有那个包装的 那个饼食的那个产品 然后放在货柜里面卖 对不对 然后还有包括 现在什么的 锅声说啊 什么都已经经营了超市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 其实他是把一个餐饮 他把那个食品 做成了ready to cook ready to eat的产品 那为什么 那这样的话 他的目标客户群 他就超越了他的五公里 到十公里 那个范围 然后他可以找到distribution 他就可以做大 所以他的目标客户群数量一大 他是不是他的天花板 就往上升 所以他赚的钱的机会就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案例的分享 所以我希望能够 扩展大家的思路 然后我们也可以到 回头我们Q&A的时候 也可以讨论一下 是能够真正扩展思路 我们可以想想 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意做大 怎么样把业绩翻番 再翻番 OK 好 然后呢 我们讲后面这个 然后我们讲一下 今天的课程安排 那今天会讲一下 就是线上营销的好处呀 为什么要做线上营销呀 然后呢 如何扩大我们的目标客户群 然后呢 怎么样去做主流市场 为什么要做主流市场 然后还有最后呢 我们会讲一下 就是你最后 你要做广告也好 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减少你的广告成本 让你的成效能够高 那么成功的广告词的秘密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咱们可以按照这个讲 我也知道线上有很多是可能是想要学 学一下online marketing 然后学到的话可以是就业的 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实在的操作的案例 我可能跟我不知道其他你们以前听过什么 可能是比较讲的是比较专业的说 那个比如说 SEO怎么做呀 Google Google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怎么做呀 对吧 或者网站怎么设计呀 可能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technical的东西 我今天呢 我是想讲更多的实战的案例 是能够真正让大家能够relevant 就是他能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关系 如果是大家愿意的话 如果有一些 大家觉得有特别有 我有咨询 是想要问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回头问 还有时间我也可以给大家解答 好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线上营销的特点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小企业主 我们都知道很多小企业主 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不是很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 那个flyer 那个东西卖不了了 呀 印些flyer吧 印些传单 然后发一下 对不对 很多是就是因为 不知道怎么做嘛 那flyer是最简单的方法 最传统的媒体呢 你看他可以从电视啊 然后radio啊 然后 然后很多就是报纸的广告 还包括flyer啊 这都是传统的这些 这些媒体 很多人他会说 哎呀 那个我 我去做个电台 电台好多人听 我可以一下子可以几十万上百万人 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广告 多好呀 我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你这是个做配 配眼镜的 对不对 我又认识客户嘛 我就跟事好 我说你做配眼镜 我说你知道那个电台 一百万人 有多少人上配眼镜的呀 他说我不知道 对呀 我说你不知道 那你的一百万的这个目标 受众群 你觉得是你的这个 受众群大了 但是其实你没有真正精准的找到你的目标客户群 所以我说 所以你不见得说你广告要做多大 要要就是要打的多宽 线上最好的一个方法是线上营销什么 你可以精准的找到你的目标客户群 我讲个例子 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case 然后当时呢 他们是要找 就是某一家餐馆 他是 他是 那个那个是一个新人的餐馆 然后他一边是酒吧 然后一边是餐馆 是吃饭的 然后那家呢 他其实是专门要找那些年轻的 去那个酒吧 那个level的那样的酒吧的人 喝酒的那个年轻人 然后他们要推一款酒 就是要找那样的人 所以他可以现在有些技术 可以精准到 我可以把这个餐馆圈起来 我可以圈那个他酒吧的 那一半的 那个吃饭的那些人 都不是我要的 我那就是喝酒的那个酒吧 那个bar那块 就帮你拿 你把它圈起来 只要那个人走到那个圈里 我就可以抓住他的mobile ID 然后我就给这样的人下广告 他那个时候就打了 这个几万个impression 哎很厉害 就是目标客户群就很精准 所以钱非常非常少 但是他精准的找到 他的目标客户群 然后那些人可以帮他发销 这是一个案例 然后所以我就想讲的 就是线上营销的好处 是可以精准的找到目标客户群 然后呢 那个第二个哈 我是在想想讲的是 媒介的采买的那个CTMB 我们刚刚讲了那个 印刷那个flyer 就是印那个小传单 印过的人都知道吧 再怎么便宜 一毛钱对吧 印一份 那一毛钱印一份 然后你有的时候你说 哎呀我那个deliver 我还得去找人去 去递对不对 递到这个这个指定的这个区域 如果我是餐馆的话 我不知道递到我这个五公里 八公里的地方 我来找人递 递的话递送信呢 我们就取个中值吧 如果是Canada Post的话 第一份是一毛二 一毛三对吧 那我们就算一下 那差不多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是一毛一 一毛二印一份 然后一毛二 一毛三你去 你去 去deliver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每一千份 你其实花的是 两百五十块钱 对不对 因为一份是两毛五分钱 所以每一千份 是两百五十块钱 那我们在线上有一种 有一个讲法 叫CPM 就是每一千个人看到 你给大家多少钱 那网络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就是要餐饮啊 或者其他 Average 像加拿大这边的话 25块钱 都是基本上平均 就可以达到的 就是说每一千个人 看到你的这个信息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那些信息 网络就可能你25块钱 还可以精准的 target 然后你这印flyer 你就印这东西 两百五十块钱CPM 你就看就有多大的不同 所以很多人他就说 哎呀我这个广告费老 降不下来呀 我利润率上不去呀 我就说你的钱花哪了 你花有没有花到 你的真正 你的精准的定位 你的目标群里面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OK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嗯这有个例子 这个客户呢 我不知道这边 有没有做园林的 或者是我们这边 是做那个 就是home services home service 做这个home service 其实从去年 三月份 疫情之后呀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火爆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这个行业的 如果你没活起来 嗯那肯定是方向有问题 回头我们可以单聊 那个就是home renovation啊 就home related这个东西 我们都要home depot里面 那个木材都卖光了 对吧 卖端货了 所以这家呢 它是做园林的 但是他呢 碰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它的原先 因为它是做园林 它又可以做那个back 木头的 然后呢又可以做fence 然后可以铺那个 就是门口的那个driveway 背后的那个花园 还可以铺草都可以做 它最大的问题是利润率上去 他以前跟我说 什么样的小客户都找他 他打个广告 而是说 哎你给我铺个草吧 哎你给我建个fence吧 给我back吧 他说我就是接了一堆的火 然后忙个半死 哎没赚多少钱 所以当时就针对他这样的case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来给我分析分析 我说你这个 所有做的这些 这个七八样东西 这个火 你就很聪明啊 那个老板 什么都能干 七八样活都能干 我说你什么最赚钱 他跟我算了一下 然后他说 本来木头挺赚钱的 就是木工啊 挺赚钱 就deck啊 就fence 这些都挺赚钱 但是不 这不现在木台 被卖端了吗 卖端货了吗 对吧 他说木材现在涨价了 他说这个利润率就不大好了 那我说 他说我铺那个砖 就铺那个地砖 就是那个driveway的那个砖赚钱 那我说行啊 那我们就focus 就是找这个interlock 就找这个砖子来打 他说这样也行 我说是可以 所以当时做的这个广告的定位的时候 就把interlock 就是他这个砖 铺砖的这块 是作为最重点去做 然后其他都是辅助 然后就精准的找到了那些 就是他愿意铺砖的那些客户 然后呢 还可以找大house 你知道那个大一些的房子 他可能一张单 可以做个五六万七八万 小一点的house 可能就一两万 我说我们可以找大house 找大一点的那个区 可以把不同的区 把它好的圈起来 所以精准的定位了这个目标客户群 然后扩大的利润率 然后他其实 因为home renovation嘛 我就说像去年开始 那个三月份疫情之后的话 也是就是 大家都窝在家里 没法干 没没什么东西没法干 所以大家都愿意说 哎把家里弄弄好看 所以可能很多人的兜兜力也有钱啊 小土豆给发那个stimulus bill 大家都有钱 哎挺好的 所以当时啊 你想看他landscaping 三月份打广告 其实还挺动呢 还没有打开呢 他说那坐吧 我们 我们就做了三周的广告 三周的广告 他说不行不行 你得给我停广告 我说为啥 他签单啊 签到就是他三月份 当时已经把单就排到九月份了 说还有好多单都没有办法签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不行了 他说我十一月份之后下雪 你没法做那种 这会儿没法做了吗 他就没感到你停广告 所以三周的广告 压根都没想到 三周的广告 整个就做了 就是签到是九十月份 然后后来最后没办法 就是说那个小一点的 问问看 多少尺的那个房子 小房子后来说 那个没有capacity就推了 因为啥 只有那么点时间 接大客户 所以呢 我就是想想想想什么呢 就是这个价格 我们很多人说利润上不去 就是你得挑选 那个好的那个客户来做 这好cheap的那个呢 有的时候我们得放一放 你知道吧 一个人就你平时你累死累活的 就那八个小时干活 或者八十个小时 有些老板们很辛苦的 可以干十六个小时 但是得产生利润率 别让自己白干活 所以这个线上营销的 很大的一个特点 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找到 精准的找到目标客户群 并且可以利用你的产品的优势 和你的价格的优势 能够去扩大你的利润率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有多少是线上 就是我们自己开个小店 或者开个店卖衣服或者是这个 女生可能比较多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的东西便宜 然后 啊运点货呀 我们可以在这边 shopify 上面开个店呀 或者是淘宝上卖个卖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 呃北美是阿里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呃 呀 啊 那 amazon amazon卖一些东西 所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开网店 呃 很多人开网店啊 他就说哎呀 我就 我就做好我这摊 我就是多了多的 我就运多了多就好了 我说你这干嘛呢 你你这线上卖东西 没有绑嘴 对不对 你这个完全是你可以做到加拿大 你整个加拿大西部到东部 都一块做呗 对吧 然后我说你这个甚至有些东西非常好 美国的市场 你知道美国市场比吃加拿大的十倍 我说你干嘛不做美国市场 你可以同时可以运到美国市场 美国的美国人还有钱呢 所以呃 这个客户他最后他做的话 他就是整个做美加市场 你知道这有什么好 就是美加市场一做开的话 我刚讲美国的市场是这边的十倍 所以他的一下 他的那个目标客户群就大了 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就 就是就可以上了去 OK 呃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是呃 这是做门窗的呃 门窗也是 这个做门窗的话呢 他当时很有意思 他是只做呃 多伦多地区的门窗 因为他本身就在多伦多 然后呢 但是非常非常有经验 这个老板 呃 几十年的经验了 这个呃 刚开始的时候呢 呃 只做华人的社区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做西人呢 我说你英文也挺好的呀 然后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再扩大 因为呃 如果这有做门窗 你会知道多伦多这个门窗是 特别是华人做门窗 挤破头 绝对是红海洋 你根本是赚钱很难的 全都在拼价格 非常非常难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过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到别的地方 没有那么竞争 那么激烈的这个地方去做呀 南海洋 对吧 南海洋 然后然后他就说那哪呢 我们当时做了一些调研 后来呢他就 他就在那个BC省 在那个呃 曾哥华那边找了一个partner 然后找了个partner在BC啊 找了个partner 然后做做这个呃 做门窗 然后呢慢慢的呢 又扩大到了二国他省那边 扩大了人群 呃 而且就是 真的是能够帮到他们 然后华人的是 就是华人的社区也做 新人的社区也做 啊 这边有人说是在牌子上看到的电视广告 对电视广告也是他们一个投放量 因为他一旦你知道你的量呀 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话 呃 你是电视 有些电视广告是他的CPM 就我每一千个人看到那个率是 是是是低的 所以他电视广告是可以帮他做 就是我们叫那个呃 final的就是那个lodo的那个upper funnel 是打awareness 然后他online的话可以配合着打remarketing 就是抓住那些真正感兴趣的人 盯着他打 然后把close deal 所以呃 对感谢哈 这个是呃 以往哈 以往讲的是在那个牌子 在电视上看到广告是 呃 所以这个是扩大目标客户群 是可以帮助你赚更多的钱 ok 啊 我们讲一下刚刚可能有一些case 你们都已经听到我讲说 要做主流市场对不对 嗯 为什么要做主流市场 其实刚刚那个马利亚校长都已经 呃 讲了一些了 安审 我们就我们这边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安审多一些啊 或者是其他成分 就是安审的话 华人就是60多万 70万 我们算70万哈 70万华人 那整个其实安审的总人口 是1400万 也就是说呃 5%嘛 对不对 那目标客户群 你说只做华人 我们说你如果你卖的这个东西 华人人人买你的 你的那个glass ceiling 我们知道他那个天花板 就是70万 对不对 一人买一个 就70万你就撑死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卖给安审的其他的其他族裔的人 讲英语的人 讲法语人或什么样 那你这个天花板马上就升上去了 我想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就是玛利亚校长讲的那个橱柜的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呀 他的设计特别特别好 然后呢 他的这个style 你可以看到图啊 这个图 所以他 这是他们是实物样板出来的 特别好 但是他的那个货呢 是从中国是货归运过来的 然后货归运过来之后的 他这边会做一些customization 因为他东西做的非常好 设计也非常好 其实他那个生意啊 是绝对是可以做主流市场的 所以在当时呢 他做了几年 他一直是focus就是做华人市场 他就跟我说 华人因为有钱人是挺多的嘛 他说其实也够了 吃的也够了 但是呢 他后来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 一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华人也开始做这块 就是renovation 就是竞争比较激烈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华人喜欢打价格战 就是自己人抢自己的生意 就打价格战 然后就弄了他的利润率就不行 所以他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不要做做看实验市场 那我告诉你 那个大家好 就是这个案例的这个分析啊 就是华人市场 当时我们做这个case的时候 愿意做橱柜的 做厨房的橱柜的 那个找到的那个人群 可以精准找到的 他的人群是6000 那你知道吗 整个如果做安审是45万 就那么大的 就是就那么大的不同 就是可以精准的找到 所以我们当时一旦定下来 那个策略说做西人市场 然后当然有一套西人市场的 那个运作方法了 两周就卖 卖断了他六个月的货 他整个后来他说那个货柜没了 那货柜财布上都达不到了 然后那广告就停了 利润于整个就增加 然后也是同时 就是他做的时候 发现某一些地区 某一些地方的那个人 他就特别愿意 就讲价钱 就说那个地方人不要了 把那个圈出去 把那个人挖出去 那个地方就不要了 所以就是他 他绝对是可以非常精准的 就可以target这些 你要的一些好的客户群 然后同时不单单是就是 业绩翻番的同时 也可以帮助大家增加利润率 我今天一开始就一直 很都是在讲这个case 因为我是希望真正能够帮到大家 就是不同的行业 然后这个是冷暖 冷暖这个case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刚开始接之前的话 他的华人生意 就是华人占他这个生意 是占他整个生意的90% 也是被逼到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价格打的就做不下去了 说尝试试试看西人市场吧 然后西人市场的话 这个他的他的这个案例分析 就是他那个时候 华人的这个目标客户群是5000 然后他的 西人的这个目标客户群就是50万 所以所以转型非常快 当然他那个几个销售也很厉害 就是close deal的那个销售也非常厉害 所以他销量直接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就翻四个 非常厉害 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华人从他整个的转型 从华人的生意占他整个生意的90% 到现在西人生意占到他百分之七八十 而且他销售翻了四个 OK 那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做主流市场呀 那个你教教我怎么做吧 呃 教不了太多 但是我想把最北写的最基本的东西交给他 呃 网站是根本 其实这个是上一次我讲课 就是在分享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呃 就是有人就问我说 哎我是不是要有个自己的网站 是 呃 当然你如果是你是说我开网店 我如果是在比如说shopify啊上面 其实有一个presence 那其实也是网站了对吧 就是他需要就是网站是根本 为什么哈 我们都知道现在就你这年头就是呃 很多东西你得自己控制 就是谁有数据谁是老大 这个嗯 我就举个例子 我们的华人都在微信上 然后当然这个那个 西人这边的instagram facebook 什么他把你封了 你是不是就一下就封掉就没有了 我有一个客户当当时 他也不是说被人家封掉 他挺可怜的 那个 他的竞争对手 看他做的挺好 然后就黑他 就黑了他的facebook的那个group 你知道吧 他自己有个很好的一个group 然后就黑了他那东西 把他那个账号抢走了 但这客户其实也不是他会做 所以他当时也没有设两个min 就是多重来的min 通常就说是 就是double verification和那个 要要 就是至少要两个min 然后那个 他可能就竞争对手请的坏蛋吧 就把他那个账号给用走 你知道吗 弄走 你这个资源就没了 我说那时候 我说你有自己的网站 你网站可以控制 然后你可以 你像我现在分享的这个这个 频道的话叫lead generation 就是说你网站可以做到 就是如果你是要收收集例子的 那你就把这些例子收集进来 那个数据啊 你拿在自己手里 我还是回到那个餐饮业来这样讲 嗯 就是餐饮业他他也是这样子 你看所有你看 如果通过uber也好 或者是通过什么scape dishes也好 他进来的单 你拿不到最终客户的信息 你最后中还是数据平台 你所有的数据全都是在平台上 你就得靠着他 他抽你成抽干你血30%抽死你 你也只能 你也只能这么stick around 对吧 你没办法 但是我我就那些跟我一块合作的那些餐馆们老板们 我就跟他们说 你得慢慢的转型 不是说你一下子转了 那你肯定是转不过来 对吧 那你慢慢的转型 你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在这我直接订 然后你可以参加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有个自己有个会员活动 然后你可以把你这个你的email啊 或者留下来的话 因为我就是我就 当然他会有email marketing会跟上 那那就是用这样的情况 他就可以把这些人的信息拿到 他可以直接给这些人发信息 那你你敌友好的敌友 你直接的给了客户呗 然后客户 然后让他可以去口耳香 他吃到好的话 就介绍朋友来吃 对吧 那你数据都在你自己手里 我们知道就是短信线发那种短信 reminder 也不是很贵的 自己可以做 然后email marketing就可以做 所以呢呃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网站是根本 而且网站根本有的时候 网站要做多少页呀 你知道我当时的客户 给我出了一个玩儿费 他想要做的20页 我说你的生意都还没做起来那么多 你做20页的网站 你的SEO你的爬 你得要多少个keyword来爬呀 给累死了 我后来我就跟他讲 简单一点 因为人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上别人的网站 你有多少人 能够把人这20页的网站全看了 是不是 除非你就是特别特别 你就是着急这个事 特别管用 就是跟你特别相关的一个东西 你才去看20页的网页 最后来我们就站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做的就是一页的 就是一页的lending page 就是整个就是一页 但是把它最主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一页上 非常非常直观 那这样的话呢 别人一上来看到东西之后呢 就填写他信息 信息就拿住了 然后你拿到了这些客户的信息 你会进我们叫凌晨本沟通 对吧 你就不用再给他打档告了 就是你可能就是发一些email呀 然后发一些text message就行 OK 我刚看到有大家有问啊 就有一些问题是说 老师是不是主要做local业务 网上扩展服务 local服务业 也不是local服务业 我这边去设计的挺广的 大的行业 其实 local的服务业也会有一些 但是大的行业 其实刚刚Maria校长 给我推就是讲的 那个就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那个 我其实做的 他们那个case 其实整个 都不是 他那个行业都已经很大 他厉害的时候 他的广告费用可能都是很高的 我这边有有客户就是一个月的广告费 几十万的 五六十万的都有的 但是小的都是 就是帮助的一些小型的客户 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都有 所以就是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什么样的客户都有吧 但是 初中是希望帮到更多的华人企业 就是别走 就是看太多的华人企业 走太多的弯路 很痛心的 还有这边是问的是 有没有报警 对那个是报警 报警没有用啊 你知道internet这个东西 黑了你的有什么用啊 你找Facebook找了几个星期 那你人流 那个数据全流失了呀 所以那个 那个事情到现在还没解决 几个星期了 Facebook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 他说哎 我们可以想办法 所以记得哈 如果我们自己有那个Facebook 那个group啊 有那个Facebook的business账号的 那些老板们啊 记得哈 别就是一个人 的放在上面是作为爱的面移 弄个家人啊 弄个什么人 你最好有一个自己 另外的有 找个自己人再做一个 就是backup just in case OK 你们也可以做网站吗 网站的话 其实 做是会做的 但是我就说 网站啊 那个我回头 我会在那个最后的 就是其他的 就是维多利亚这边的 其他课程 我会教大家怎么做网站 就告诉你们 就是 网站其实要做一个好的网站 不是说你hands on 你要去写coding啊 那些东西 你可以找模板做 其实网站最厉害的是什么 你要把marketing 后面的东西懂 就比如说 这后这个case是一样的 就是 你在最上面 就是最 我们叫about four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 你要写那个 你的target audience 最想听的话 最要能够抓住他的话 然后你再写你offer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你 他是有套路的 我告诉你们 网站 特别是一个 一个页 那个来宁配 就有套路的 那个东西做好了 特别特别厉害的 都不需要做 那什么几十页的那网站 所以怎么样 做好那个主流的 那个市场的网站 有套路的 这简 就是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小时 讲不开 但是记得就是说 他是有那个模板的 回头就是有机会的 其他那个课程的时候 我会我会来讲 很多人问seo 做网站 肯定要做seo 对不对 seo优化 这个是 很多人是说 seo呀 很重要 人人都知道 知道重要 不懂的人都知道 说要做seo seo的水太深了 也讲不完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啊 他说这个 这个seo啊 我可以自己做 的确是可以自己做 那你知道吗 厉害的人 厉害的业界的这种 就是专门做seo的公司 做的好的 5000块钱到一个月 1万块钱一个月 收你钱来做 可以做的非常好 但是我可以教大家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稍微教一点 然后以后的课程 会再教多一些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去 就最basic的 你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你就是学这个seo 这个东西 你把这些basic抓住了 你也能做起来 不能说你就全都能够优化上第一页 也不能够保证全都上第一页 但是至少你这个网站是优化的 OK 第一个是要搜索关键字 记得不要多 三个 只有三个 那你多的话 有的时候也搞不清楚 因为你是要竞争 你也管 一你管不过来 二的话 他有的时候也打架 所以呢 一般来说的话 搜索的关键字 是最主要的 跟你这个生意 最相关的三个关键字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要写内容 你关于这个 这个关键字的内容 那别人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我在掉头发 要秃头了 你办那个掉头发 那你可能就是 hair loss 是你的keywords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卖hair loss 就是你可以致秃头的 或者说你是就是你是卖那个 那个hair shampoo的 或什么东西的 那你要关于你这个问题 去写内容 那这个内容最好的话 还有backlink OK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关键字需要有长的 就是我们叫 这long tail的 需要有相关性的关键字 我待会来举例一下 在后面再讲 然后第四个的话 是用户体验要好 就是说 你想看 如果我是讲是突发 然后我说是hair loss 我打进去hair loss 对不对 然后你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hair loss没关系的 你一看出来 你就糊弄我 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 这种呢 这种case啊 就 如果会跟你给差评 就是他不会靠死你 但是他后面就在记录 你知道吧 后面他那个系统都会在记录 说这个这个不行 你哪怕你哼哼哼 你把它做成 做到第一页上了 你hair loss 你做到第一页上了 你这个 一上来 一看不对 关了 看了没几秒 就关了你的网页了 你这排名 马上就往下降 第二天可能就不行了 第三天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用户体验 非常非常优化 而且用户体验 最厉害的这块 其实是什么 是设计 设计啊 非常干净的设计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seu优化的这些东西 就是今天讲 就是没法讲太多 但是可以把basic 最basic的这些东西 能够讲出来 关键字要在哪里出现 title 你写文章的那个大title 上面要写 然后呢 文章的前后的100个字 里面一定要写 然后图片的all text 你知道图片的话 就比如说 我现在就有一个图片 那图片有的时候 不也不显示的时候 对吧 你比如说 你本来说是掉发呀 hair loss treatment呀 那你说这个这个图 可能是弄了一个 就是treatment的一个图 但是有的时候图 它不显示怎么办 你后面有all text all text 可能你的那个 你的关键就是说 hair loss solution 或者hair loss 什么什么的东西 那你写上去的话 那all text 也可以帮助你 能够 能够出这个 就是seu的优化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就是关键字 必须要在你的h1 h2 h3 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基础的 会知道就是什么 就是做网站的话 他有他有那个大 title 那个h1 h3 就是这是最北写的 这个信息 那还有刚刚我们讲的是 呃 竞争那个长子 长长长短的文字 那 呃 lsi呢 是叫什么呢 是叫潜在语义 零所 就是你们在打 那个google的 这个关键字 research的时候 比如说最近 很比较火的 就是比如说 那个caddle打野 对吧 像我老吃那个 吃胖了 吃胖了得减减肥呀 减肥 这比较火的件事 kido diet kido 那 kido diet 人家已经做了很久了 或者别人是很厉害 那我上不去怎么办 那你要找那个潜在的语义零所 跟他相关的词 比如说 kido diet food kido diet menu kido diet recipe 然后kido diet pills 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在哪里找 你会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啊 你在就是在在 在google 你在search的时候 在最下面 就是在那个整个网页的 那个最下面 你会看到它是要 search related 那些 那些其实就是你的那个 LSI里面 我就可以 ok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呀那怎么做主流市场呀 有哪些平台呀 seo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seo是必做的 对不对 你要有网站 你seo可能要上去 因为什么seo你做好了 是免费来流量的 对吧 他可以爬虫好好爬 我们这边有 其实我有帮过一个牙医 他是挺厉害的 他就是有一门技术 就是别人搜他 怎么样 他都是第一页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 呃不打广告 我告诉你 不打广告 一分钱不打广告 一个月 他seo靠那个流量 大概有二三十个变化 他能够close了一半 这样子 可以来跟他去做 他那个内向服务 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就说seo做好 是免费来流量的 好 这边有人问说 有没有seo的教程 对 会教在那个后面的课程里 会教 但是我是说嘛 seo我很 我很那个 嗯 直接直接的跟大家讲 seo水浅水晨 好厉害 就是差好多好多的 我们可以教大家是basic 很多时候是 呃 做的时候过程当中会要探讨 啊 这个我等一下会回头再讲 回头再讲 但是seo的课程会有 ok seo要做 很多人知道说 哎呀 那个 那个instagram很火 是不是 要做instagram 然后有声说 哎呀做pinterest 有声说 哎呀我要做youtube 有声说 哎我做facebook 还有tiktok 对啊抖音也过来了 抖音现在很厉害 很火呀 然后做google 然后做twitter 哇那么多 怎么做 做疯掉做傻掉 对不对 那么多 你想想看啊 我们就说你 你 你这有那个时间 你说我就把每个 那个平台都研究一套 你也够呛 对不对 但是所有的这些平台 不同的平台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特点 我举个例子 tiktok上面就是年轻人 我们都知道 就用tiktok 你就知道这是你看得出来的 就是年轻人 推特的人就是对政治 对新闻是非常非常敏感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 youtube喜欢看视频的人 pinterest和instagram 是很多designers在上面做 呃我最近有一个case 是在做地板 地板 地板我就跟他说 他而且他那个地板 非常非常漂亮 是华人的一个企业 啊很多的西人的这个 嗯零售商都代理他的产品 但是他是manufacturer 他是他是那个自己是执照商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可以在pinterest instagram 上面做免费的 做免费的流量的东西 你只要做对了hashtag 别人搜美图的就是搜到你 因为他们家的地板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呃hashtag完了之后 别人一搜搜到你 上到你的网站 哎看你挺好 都联系你 所以这个是pinterest和这个instagram ok anyway 所以就是不同的平台 他其实是有 真的是很不同的 但是 但是呃 在北美市场 如果我们要做主流的话 告诉大家 facebook和google 你能够把它做熟了 你就成了百分之八九十了 为啥 因为他的市场占流率 就有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就业的人 我们刚刚就这边打二的 刚刚第一个问题 打二的小伙伴们 记住呃 如果你想要在digital marketing 这边就业 你可以听我一些教程 同时其实你也可以去 自学一些 就比如说网上有一些 就是回头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哈 就是facebook的白皮书 然后google的一些tutorial 你要把那个东西学会了 我告诉你们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现在就是就业吧 你能够把这个学会了 我这边的课程 一些basic学会了 呃年薪是从五万到六万开始的 然后如果你可以做strategy 就是说你能够 做strategy和creative的话 应该是十万的 digital marketing就这么火 所以找工作的人 呃记住 就是说你其他那么多平台 你不用研究那么多 SEO 你要是你要是数理化 这你是理工科的人 你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花点时间去研究 那个东西也赚钱 然后呢 那个facebook和google 呃研究透了 就是 呃也也也行 有些人他就跟我说 如果哈这么说 如果你英文非常好 然后你又能够文采啊 就是非常好 有些人甚至做facebook 单纯做facebook一个平台 都可以吃的饱饱的 啊 这个回头再讲 呃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太多 然后我们往后哈 所以呢 就是回头我们可以就是不同的行业 呃可以回头可以呃 就是我们回头呃Q&A的时候 可以可以有一些问答什么的 呃不同的行业 选择不同的平台 有优劣势 看怎么样做 呃不需要面面举照 一般来说哈 一般来说 你把facebook google 能够做了 就基本上就成了 OK 呃 要广告效果好 呃有什么秘诀 我告诉你们 要广告效果好 广告一定要有针对性 这是餐馆的广告 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是一家主流的餐馆 然后呢 他针对他不同的人群 他写了不同的广告词 比如说左边的这个 呃他是针对的那个 就是target young people 就是年轻人 你看他怎么写的哈 他是这个截图可能截的不是很清楚 对大家包含一下 cocktail anyone 他是要什么 你看他这个图上的就是那个鸡尾酒 cocktail anyone stop after work and mingle with 那个arlington club's signature cocktail 所以你说说 哎你下了班呢 那个就是happy hour 对不对 来喝酒吧 所以你看他他就针对那些年轻人 他讲的是他们要听你的话 OK 然后你看同样你看右边那个 同样一个餐馆 然后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 呃给老年人 老年人吃饭比较早 是不是 所以很多餐馆 你们是做餐馆老板 你可能就知道 不是 那个老年人 如果是你比如说你煮 但是现在是lock down 我们没有lock down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五点半到那个 或者六点钟到八点钟 那个是就是火爆的时候 对吧 你餐馆就是turn around的那个那个时间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把那个时间 早那个时间利用起来 哎 他就是利用去这个 所以他你看他的网络怎么写的 calling all the early birds 早点来 对吧 arlington club's signature bergen fries just ten dollar before five p 就是你十点 就五点钟前 五点钟前来 啊 一个汉堡包 一个薯条 十块钱 OK 所以就是他针对这些 老年人又不上班 那给你煮饭了呀 我去过去十块钱 去一顿饭不是挺好的吗 那就把这些人招来了 所以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 写不同的广告词 OK 然后这个哈 就是呃 就是也是同样的 还是餐馆类的 你看高端的餐馆 和不同sign的餐馆 他写东西也不一样 高端的餐馆 他写字 就是文字是文作作的 呃 所以你看哈 对 这有人说 见鬼说鬼话 有点 有这个点意思啊 就是说你看 他会 你看这个 high-end restaurant 他说 our french dip raised the bar a certified braised angus beef ribi with a pretzel bun to give you a little twist 就是你看 他没有 screaming 没有什么东西 非常 subtle 他就是非常 有点调调的那个意思 高端的餐馆 这么写 OK 我们再看 你看同样一个东西哈 他在 就是sports bar 就是那个 就是看球的地方 他怎么写呢 你唱 big game is on tomorrow 明天有球赛了 and our french dip sandwich could go all the way 你知道all the way 它是一个关 双关词 如果英语的话 你就知道的话 就是你球 all the way 是很厉害的 就是all in 对吧 全都进去 然后all the way 你吃的东西也是 all the way to your stomach 就它是很有意思 所以它这个是根据 sports theme的 这个restaurant 是这样写的 OK 然后在右边 最右边的那个 它是family restaurant 你知道family restaurant 就有些生意啊 它说 我就像做那些 父母的生意 但是你就是网络上面 它可以精准的定义 这些 就是是不是父母 有的时候可以 甚至可以定义 你小孩有几岁 OK 蛮吓人的其实 anyway 那你看它是怎么写的 Sometimes being a good dad means french dip french dip sandwich for you enough fries for the kid 所以小孩吃垃圾食品 讲的一点没错 anyway 所以就是你看 就是说 它针对不同的人群 写不同的东西 这样会什么 就是这样它这个广告的 engagement会高 就是别人会 相关程度会高 相关程度高 点击量就高 你的成本就往下降 记得 这是定率来的 OK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讲一下 就是显示数字 也是大大的可以提升 点击率的 那比如说 这个case 就是它是说 home insurance 你的就是家里的保险 它97块钱 所以它就会写数字 就是97 dollars cheap home insurance how much you should pay in Massachusetts 然后就问你 然后就是 就是这是search广告了 所以通常啊 能够 你的价格非常好的时候 要显示数字 当时我碰到过一个case 它的T恤太便宜了 那个华人也是 很实在 当时 那T恤两两块钱都不愿意卖 卖199 哎 我说你这 你这199别人会 肯定会觉得 你这东西质量不好啊 所以你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啊 这个定价 定价定价是另外一文学文 定价是 就是这么说啊 如果你的价格非常好 但是不能让人家觉得说 很crazy的cheap 那就产生疑问的这种 你就别写了 如果产生疑问 你问一圈旁边人 产生疑问 你的定价就得往上走 但是如果你的价格 跟你的competitor 跟你的其他的竞争对手 你价格非常好 记得 一定要把它放在广告词里面 而且要放在越前面 越明显的地方就好 OK 就我们刚刚讲过了 OK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我们广告词里面 要一定要能够写那些 能够为您的目标客户群 带来的什么东西 我们叫benefit driven 那这个是一个divorce lawyer 你想离婚呢 离婚就打打打打打架了 打架他可以他他可以帮你什么 protect your best interest 给你 可以可以让你就是得到最大的收益吧 就是或者是保护你的 那个最最大的收益 所以你看他写的是 number one divorce lawyer in Boston 然后to protect your best interest OK 然后呢 嗯 还有就是在网站上也好 我们的ad copy 就是我们的文字上也好 有业界有各种各样的测试 有一些就是 我刚才讲 就是用一个词的不同 都可以帮助你 提升你的点击率 降低你的广告成本 就这个case 我拿过来做个截图的 可以看到那个红标的 那个标的地方 他那个地方写了一个request a quote 所以在洋人社区里面 request a quote 是一个比较一端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们最后后来 把它就是什么呢 他把它改成了request pricing a quote改成了pricing 它的ctr增长了160% 这个其实行业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 我们叫golden 就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会在课程里面的 以后的课程的那些 就是专门讲广告词的 那些课程里面会来讲 OK wrap up一些 我们可以稍微 因为太多啊 我们可以稍微快速的讲一些 就是成功的广告 就是广告词的九大要素 一个我们刚刚 其实已经讲了几个了 一个是speak to a target audience 是不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几个话 这是谁写的 这边讲的刚刚刚 对就是speak to a target audience 他心里面想什么东西 你跟他讲什么 第二个benefit driven 就告诉他说 你的这个 你的产品也好 你的service也好 你可以给他带来什么 不要告诉他说 我这个东西啊 是三层玻璃 三层玻璃 我就举这个客户的例子 每次跟我说三层玻璃 我说对 三层玻璃是什么 三层玻璃是feature 但是三层玻璃 可以给你带来什么 保温 保湿 隔热隔音 对不对 那你的benefit driven的东西 就要写出来 你可以把feature也写出来 但是benefit driven的东西 一定要写出来 OK 第三个是appeal to emotion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让他 这个 怎么说 你知道大家很多人会说 开怀大笑的时候 是很 心情是最好的 是最容易接受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 你要appeal to the emotion 这个回头找个case吧 这个要有展示 可以讲的听起来 然后第四个是implementformal formal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fear of missing out fear of missing out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Dio快没了 你再不买就没了 那就就采用的经常说什么 哎呀24小时sell 还有那个几个小时就没了 对不对 那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的一种方法 那还有一个就是 反正有这种 有很多的方法了 就是比如说 钱多少名呀 就是这种叫 我们叫fear of missing out 的这个这个措施 也是比较管用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比如说 一定要讲述我们的 我们的对 就是害怕失去的心理 是的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unique 第五个是unique 就是你的产品 跟你的竞争对手 有什么样的不同 他也卖炒面 你也卖炒面 你比他卖的便宜吗 你不能止冰价格 对不对 那你的场面 那你的场面有什么好 你可以跟他说 我的场面少油 少盐 健康 或者我甚至说 我那里面的虾比你多两只 就是你得 你得跟他讲 那个unique 就是我的东西 跟我的竞争对手来讲 有什么不同 OK 然后第六个是 don't be afraid to ask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 我知道就是 做的再大一些的 一些品牌的话 都会去做A-B test 就比如说 刚刚有人说 那个客户 门窗的那个客户 他在做电视广告 我告诉你 他在做电视广告前 他做了投放什么 他网络广告 网络广告 他会测试 哪张图管用 哪张图不管用 我讲什么话 A的广告词和B的广告词 都会做测试 所以你不知道的话 网络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去做测试 然后你真的 你是那个测试完了 说甚至哪个颜色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 这个是 他是这个是做的是最极致的 他当时竞选的时候 16年竞选的时候 用什么颜色 什么样的人 什么心灵 用什么颜色都讲过 所以这东西就是 你可以绝对的 做到Customize 所以呢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测试 测试出来东西可以 最后你做大规模 推广的时候 可以做应用 OK 第七个的话 是Competitor Research 我们做其他的广告 你广告打出去的时候 你是跟其他的竞争对手 看的对不对 你得看看你的竞争对手 在写上 所以一定要做Research 然后第八个 我们刚刚刚讲过了 Number Tell 对不对 就是要写数字 其实还Let the number tell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你不知道的话 你做测试 那个点击高的 那个 你无论你做几次测试 你会发现 那点击高的永远高 点击低的就不怎么低 所以就是说 你不知道的时候 做测试 Let the number tell you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 这里去我们最后讲过 是Include number Status 就是我们刚讲的 那个什么 97块钱的 一个什么后面生日 所以 如果我知道 这边很多是业主 当然就业的 就是我们要找工作的 以后也知道 就是写广告词 有很多东西要讲究 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 这九个里面的一部分 都不要说你抓所有 你抓住一部分 你的广告效果会提升很多 OK 这时间也过得挺快呀 那个已经快wrap up了 那个 我想分享一个 这个是我自己 很久之前 我看过的一本书 我都忘了那本书 是什么书了 那个我 我非常欣赏了一句话 拿来跟大家分享 学习能力和自我修正的速度 是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上限 我自己其实我在想 就是我从我做digital marketing 什么 我其实也是上了课 然后其实很多的是自学 也学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没有办法提高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学习 你要有学习 还有一个是我这个 自我的修正速度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做digital marketing 能够真正有项 实战的经验 然后做的过程上说 哎我有问题 我们能够讨论 能够真正能够 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是 大家大的一个小圈子 也好怎么样 就是我们做digital marketing 的华人 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些企业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上去 然后这个小圈子里 我们也可以就是什么 就是哎 我做的这个很管用啊 你也可以学 哎你说那个东西 我做的是不管用啊 为什么不管用 我们来学习 所以自我修正的这个速度 你越快的修正 你学习的越快 你修正的越快 你会发展的越快 嗯 就这些吧 我们就罗嗦 所以讲了老半天了 那个我们就 现在可以open Q&A吧 呃 对可以提问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这些 哈哈 华人的digital marketing 圈子想参加 好啊好啊 很多干货 OK 好的谢谢啊 其实我也是很希望 能够帮到大家 所以嗯 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呃 有有小小伙伴们在问说 呃 Jeffrey老师讲的东西 跟之前是Oliver老师 是不是 Oliver老师讲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没有听过 Oliver老师的讲课 所以我其实刚刚 还有点汗 我觉得说哎呀 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讲的有什么不同 呃 但是从我自己这边来讲的话 嗯 我很多东西 我今天讲出来很多东西 全都是实战的 是真正自己走过这些路 甚至有些时候走过这些弯路 所以呢 呃 我希望能够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呃 对 然后对 FOMO是fear of missing out 不是not missing off missing out 嗯 对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呃 这我看一下 我刚刚我这个屏 这个没有打开 我刚刚看QA 这边压根就没有看得太清楚 不好意思 我才看见 然后那个 嗯 除了课程 除了课程 还有什么offer 哈哈哈 这个除了课程 还有什么offer 呃 在维多利亚这边的话 就是offer的呃 课程回头就是呃 等一下等那个课程的小助理 可以讲一下课程这边的一些 一些情况 呃 然后我自己这边的话 我是有一个咨询的公司 呃 你想可能想 也想问问看 可以有什么可以 做得更好 或者你想翻翻 呃 也可以联系我 好吧 然后呃 如何做smart link 列变 smart link 列变 我这个还不知道 这个还真的不是太懂 没有太听懂 这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哈 然后这个是 嗯 文影师讲 我是新营销人 有视频制作 呃 图片设计的专长 正在学SEO 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呢 嗯 其实我告诉你啊 那个视频制作的这个 和这个图片方面的 呃设计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入门 我告诉你哈 呃 这方面的人才 其实加大挺缺的 如果你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 我告诉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就业的话呢 可以尽量找那种 digital marketing的公司里面的 production department 就是他是给做图片的 然后做视频啊 然后在这里面也可以学 SEO也可以学 是 所以呃 就是这个是Wing的问题哈 就是呃 你如果是要学得快的话 就可以学 digital marketing这块 是可以找工作的话 可以朝 往这个方向发展 嗯 然后视频制作啊 和这个设计方面的话 其实网上也有一些 tutorial的教材什么 嗯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用不用 那个为你用不用instagram 如果你用instagram的话 你可以follow一些 UI UX的一些 一些账号 那有非常好的那些 你可以学的那些东西 OK 呃 课程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待会我让课程的那个助理来讲哈 啊 嗯 啊 我看这是 这是写的是digital marketing 在学校 呃叫什么专业 就叫digital marketing啊 啊 或者叫new media 有的时候叫new media 然后digital marketing 如果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多少是年轻人 都是上大学的 或者小孩上大学的啊 digital marketing啊 还有是 现在都叫new media digital media啊 都是有这个专门的课程啊 三年四年的课程都有 嗯 这个是一个booming industry 我们都知道这个 哪都需要的就marking这年的 嗯 对 我对中餐 食品对主流吸引力是怎么看的 啊 我其实很看好中期中餐的 我告诉你们 我觉得 中国 中国的影视文化太博大精深了 嗯 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东西得要靠 我们业界里面 大家的共同努力把它做起来的 你知道 寒餐 包括其实 你们去看意大利餐 几十年前的时候 他的他的那个社会影响力 也不如法餐 被人家踩在脚下的 那为什么意大利餐现在 你看 做的太简单 那不是面条吗 pasta 对不对 弄点什么cheese弄一点 绝对 我中餐的 股大程度高 不知道多少 多少倍了 但是 那个行业 他慢慢把它做起来 包括其实寒餐日餐 也是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所以其实中餐我觉得 其实非常非常有作同 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呢 大家都要有一个 就是得要至少有一拨人 要有共识 不能再打价格进攻击 就是要有 而且很多是什么呢 就是华人因为可能是语言的 这个不同 所以他其实 吃亏吃在什么 特别是中餐馆的 这个行业的这个 就是吃亏吃在语言上面 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告诉别人有多好 讲不出来 道不出来 你知道吧 真正别人 所以要做一些 如果是 所以我特别希望 能够有一些餐馆也好 什么就是 到时候有 有一些资源 可以做一些合力 做一些 我当时几年前 我参与过一个project 那个project 参与 他那个project叫 Confucius was a foodie 孔子是个美食家 然后他是这边的一个 一个production的公司 一个华人的production公司 他们的心很 真的 我参与他们的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心非常非常囤 他们就想把这东西做好 然后当时有一个西人的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producer 是跟 Loblo那边的一个 Recipe to riches 他们有个program 那个西人的 他也是非常 他这也是个吃货 他都特别喜欢 然后他们就组起来 做了这个program 叫Recipe to 就叫那个 孔子是个美食家 然后后来他们 那个节目做完了之后 他们把那个片子 卖给了Air Canada 所以 因为现在都封了 没有办法看 解封之前 就封之前的话 你如果是从加拿大 往中国 或者亚洲的航线飞的话 你都可以在那个 Air Canada上面 可以看到那个片子 我觉得那他们 那个做的那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他其实是帮助了 更多的是教育别人 中餐是怎么回事 然后中国的文化 是怎么回事 所以其实 每个行业都需要 有些人去来 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才能够整体的 能够让这个行业 能够做起来 如果人人都去打 那个价格竞争战 就是红海洋 最后就大家都做死 没得做到 OK 问问工程咨询的服务 工程咨询的服务 这是更多的是B2B了 所以呢 其实B2B的话 其实今天 这个是一个 很specific的area 所以B2B的话呢 是可以做什么呢 是可以 你如果会用LinkedIn的话 可以做一些LinkedIn 然后还有一些 是可以做 B2B也可以用 像Facebook和Google的平台 但是B2B的这种方法 就是工程咨询的话 你一定要用那种 就我们叫 那种Landing Page Lead Generation的Landing Page 来做事 你要把那个例子 能够收进来 对 所以提供工程资讯 这边的服务 是可以精准的 找到你要的那个人群 但是你的网站比较厉害 怎么样 自学 还是很好啊 有自学的人 自学的话 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可以找一些关键字 YouTube上面 有些最后 有些很好的一些视频 看 然后呢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 如果语言没有问题的话 YouTube上面 是有很多 小视频是可以看的 然后有些的话 也是会 你比如搜一下的话 网络上面 有些文章也可以学 自学是可以学的 但是我就讲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的体会 我刚开始从事 这种marketing的时候 我很痛苦 因为一个人学 你是没有人问的 所以后来 我真正就是做起来之后的话 认识了一些业界里面的人 我告诉你 就比如说 你就campaign 你就是这么设的 哎怎么样就不管用 他做着做死的 你说这怎么 你怎么做呢 你这个东西 没有totorial会教你 因为你的case太specific了 像这种时候 你说如果有 专门一群 只做这种marketing 一问我跟你说 一分钟两分钟解决问题 太有效了 所以呢 自学是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我其实自己 也是很私心 我是觉得 如果是我们 能够弄弄个圈子 然后大家都是做 就是一群 做这种marketing 可以互相分享 成长会非常非常快 嗯 这还是在问 smart link的 嗯 让别人能马上产生 他自己的link 帮你分享 鼓励 哦 你讲的是 你讲的是referral program 你是讲的是referral program吗 是可积分的这个东西 嗯 对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是网 网页上面有插件 可以帮你做这个东西 是是有插件 对不对 好吧 就是这个 嗯 ok 然后 嗯 你想发展 affiliate marketing 啊 affiliate marketing 非常好啊 这个这个是 这个一看着知道是懂的 呃 别人买了 那个你的产品 然后那个 对 所以你回头 你可以线下找我 问一下吧 或者是 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 的话 其实 呃 如果兴趣够多 如果更多的人 想讲这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在 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 可以讲讲 affiliate marketing affiliate marketing 要做好 其实是一个 很姑命的一个东西 啊 是是非常有效的 哦 你讲的是 affili来卖你的 这种产品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你卖什么产品 都可以用affili marketing 来做 但是要找对人 你要找对那个推手啊 啊 对 想组个圈子 哈哈 愿意参加的 我们回头给看看啊 然后那个 对 市场咨询群 啊 ok 好 然后我们 我这边的Q&A 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我再看一下 我这个chat里面 我miss哪些 哪些啊 课程主要讲什么 回头可以让那个 课程的那个助理 当上给大家看 嗯 你看这不是正要人 要做那个视频制作人才 刚刚是谁说要做视频的 这个是 伊瓦这边需要视频制作的人才 你看这不是找工作的 就最上线了吗 这多好呀 然后意大利餐是西餐的鼻子 不是 我告诉你 法餐 法餐其实这个历史比较精良 嗯 那个法餐其实故事比那个更多 但是我跟你说法餐就是噱头多 嗯 anyway 但是法餐也好 一餐也好 没有中餐厉害 没有中餐厉害 嗯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理解啊 就是 如果这边 喜欢法餐一餐 请包涵包涵 巧手的年轻人想设计自己的衣服和包包 给客户定做 哎 挺好的呀 你可以做一下 global business学 我也请问怎么样做网络营销 嗯 我觉得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自己做设计啊 这个包包啊 是客户定制的这个东西啊 我告诉你啊 就是客户定制的这个人群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群 然后呢 这个人群通常是高端的人群 你去Yorkville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